好 接上个视频 现在呢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我们的三个变子针已经立好了 然后我们绕线 在同一针的洞里面 在这个引拔针 我们刚刚勾引拔针的位置 带出来 带线出来啊 我们绕线还是勾长针 然后再退掉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退掉后两个线圈 现在又勾好了一针 然后我们拿出我们的记号扣 拿出我们的记号扣 挂一下 挂一下 在第一针上做上记号 然后我们绕线 再还是在同一针的位置里 在同一针的洞里面穿针进去 然后我们把后面这个线头啊 也还是给它放在勾针的上方 捏住一边勾一边藏 然后再在这一针里面勾出来 一个长针 现在就是勾了两个 勾了两个长针 就是一个V字形勾了两个长针了 这个就是长针的夹针 然后我们绕线 在下一个辫子针里 看一下 在下一个辫子针里 穿针 然后把这个线头放在勾针的上方 然后绕线带出来 然后绕线 退掉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 退掉后两个线圈 好 勾好一针了 我们在这一针里 也给它勾出来 两个长针 我们就是勾了两组加针了 现在这个V字形勾 看着比较明显 一直一个针目里面 勾出来两个长针 然后呢 我们第二圈的规律就是 在每一个长针上 在针目上面 都给它勾出来两个长针 就是第一圈是12个长针 然后第二圈就是24个长针 大家自己动手勾一下 每个针目里面勾出来两针 有的时候可能我说的比较快 也勾的比较快 大家没有跟上的话 可以把视频暂停一下 因为我手上也没有样品了 所以就只能直接勾给大家看 我勾出来的成品 都直接就是客户订的 然后我手里一个也没有 我们勾的时候呢 手劲要掌握好 这个帽子就能勾好 一般勾的话都开始先勾鞋子 勾鞋子 鞋底 勾好一只鞋底之后 那个手劲 就稍微能掌握住了 我们勾的时候 一边勾一边看啊 不要多针也不要少针 每一个帽目里面 勾出来两针 一共是24针 我现在已经放慢动作了 好 最后一只鞋也给它勾出来 两个长针 两个长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线圈啊 把这个线圈给它整理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里不是勾好了吗 然后大家看一下啊 给大家讲一下 讲一下这个最后这里有一道横的啊 这里有一道横的 这个不算是一针啊 这个不是一针 我们已经勾好了12组 大家可以数一下 数这个V字形 一组 两组 三组 四组 五组 六组 七组 八组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一共是12组 已经勾好了 就是24针 然后我们直接穿这个记号扣的位置穿进去 然后把这个记号扣给它取出来 取出来 然后绕线 然后再戴过这个线圈 戴过这个线圈 现在我们第二圈也给它勾好了 我们整个帽子呢 前面的部分全部都是用的长针 所以这个 一开始还是比较容易的 大家有耐心的话 就都不难的 再进一下 并非打造员